因为长得丑 吓到少爷 我被他取了个混名 苦瓜 和府上下闹笑话 连夫人都知道了 特地把我叫到跟前看了一眼 嫌弃我的长相 有辱侯府的名声 准备将我发卖 灵机一动 我骗夫人 我是重生的 前世某年放榜后 流落青楼的 我听到少爷发牢骚 同窗天赋比他差得多 竟然都能考上进士 要是他当初肯听夫人的话 一定考得比那人还要好 夫人文言动容 少爷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 就你这富贵样子 还想被发卖进青楼 我连忙顺着他的话往下边 少爷说的是 夫人良善 岂会随意将下人发卖进窑子 前世我被发卖给父护 先是过了三年太平日子 后来主子们忽然被捕入狱 下人们纷纷裹挟 家私逃窜 我稀里糊涂 被青楼的嬷嬷捡回去 在厨房当帮工 偶然见到了少爷 夫人越听 手上的帕子捏得越紧 少爷急吼吼地指出 我话里的漏洞 青楼的厨子 都见不到客人 何况是帮工 我幽怨地瞥了他一眼 装得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你又不是客人 如何见不到 什么 夫人大惊失色 身子发颤 被摸摸一把扶住 赶紧把他给我拖走 少爷大吼 啪 茶盏摔在少爷座前 他吓得往后一朵 腰伤雪上加霜 痛得呲牙咧嘴 夫人气呼呼地让他闭嘴 苦瓜 你把前世所见所闻 仔细说来 重重有赏 重重有赏 啊 那我可得好好为您编一编 前世老爷和夫人去后 少爷很快拜光家业 流落街头 仗着他与我是旧时 每逢饿肚子 便偷偷潜入青楼后厨 找我接济 你胡说八道 侯府家大业大 怎么可能被我败光 何况我爹娘身体康健 定然能长命百岁 再者 就算本少爷不争气 还有那么多亲朋好友 怎么可能让我连饭都吃不饱 少爷气得跳脚 眼神能杀人 我不卑不亢地对回去 是啊 要不是您 谁想得到 再多的家产 也不够败家子糟蹋 因着您的缘故 人们教子都有了活生生的例子 读书人写文章骂您 小孩们唱着童谣编排您 您的那些亲朋好友 唯恐您连累他们的名声 多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接济您 也就是我 身在青楼 本就没了名声 才能无所顾忌拉你一把 你吃了我好几年的饭菜 如今竟然这么对我 重来一次 我 我 我不一定要帮你了 说到这 少爷不由地信了七八分 夫人更是痛心疾首 两眼一番 晕了过去 等夫人醒来 我的好日子来了 幸好因为我丑 小姐妹们不让我住丫鬟的屋子 和嬷嬷们挤在一起 天天听他们东拉西扯 才能让我编出好故事 可我毕竟不是真的重生人士 说得越多 错得越多 思来想去唯有装聋作哑 假装自己前世高热 烧坏了耳朵 听不见声音 因此 错过了跟大家一起拿钱跑路的时机 孤身流落街头 被青楼的厨娘嬷嬷捡回去后 我天天躲在后厨干活 根本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 要不是少爷溜进青楼后厨 偷东西填肚子 我也不会知道他后来的遭遇 为了不穿帮 前世的我还是早点死比较好 时间越长越不好编啊 七年差不多了 幸好草稿打得早 被夫人带到侯爷跟前 挨了几轮询问 堪堪稳住谎言 从此我被调进少爷的院子 天天提着大棒监督少爷读书 倘若少爷开小差 打到他回心转意便是 只要不是打得他读不了书写不了字 想打哪里打哪里 少爷不服 侯爷让他憋着 好歹你前世吃了人家几年饭 说他是你再生父母 也不为过 当娘的教训儿子 怎么就教训不得了 夫人连连称事 还不忘宽慰我 莫要手软 为了保证不手软 当天晚上 我含泪多巴两碗饭 撑得两眼泪汪汪 少爷院子的伙食是真好啊 不到三个月 我就长成了魁梧壮硕的大苦瓜 此消彼掌 被读书所累的少爷 瘦得像搭瓜秧的竹竿 但我可不是那种吃毒食的人 经常带些吃的回下院 分给接替我将洗活的小姐妹 她吃得眉开眼笑 拍着胸脯保证 一定替我好好照顾花婆婆 我是花婆婆 捡进府里的弃婴 小时候还算好养活 有口吃的就不吵不闹 眼看我越长越丑 管是看我的眼神愈发晦气 随时准备赶人 阿婆掏空积蓄上下打点 才让我得以继续留在府中干活 那日我行骗 倒不是怕被发卖 而是舍不得阿婆 她的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我怕再也没有机会 为她尽效 能拖一时是一时 我小人得志 风头无两 管事的为了讨好我 自掏腰包 请府衣为花婆婆看诊 一副一副的汤药喝下去 阿婆的气色越来越好 好的我忘乎所以 忍不住开始憧憬 万一少爷真的高中 我就向夫人请赏 放我和阿婆出去担过 那样的日子 想想就美的哟 其料阿婆促然离世 惊得我措手不及 明明昨日 我们还一起高高兴兴吃饭 阿婆还让我帮她沐浴更衣 怎么睡了一觉 就阴阳两格了呢 我想出府为阿婆送葬 管事得十分为难 府中规矩不能放行 除非夫人点头 于是我求到夫人跟前 夫人问我 既然你与她感情甚好 为何不见你为她落泪 我也不懂为何 大悲之下 反而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忽然心弦捏紧 这是一道送命题 脑中飞速算计 不哭返笑 且听我为夫人献颠 前世花婆婆 也是死在这一日 我本以为 今生或许会有所不同 这半年 阿婆吃好睡好 府一也说她多活 三年五载不成问题 然而 我心中不敢懈怠 还是循着前世救济 提前做了功课 如果能顺利熬过去 那便只是寻常的吃饭穿衣 倘若熬不过去 让她老人家好好上路 也是极好的 相比前世阿婆 饱受病痛折磨致死 今生已经好了太多 我打从心里为她高兴 前世我听到她的死讯 已是很久以后 什么都做不了 为她流的眼泪 早在前世流干 重来一世 求夫人成全奴婢的孝心 迟到的眼泪轰然而至 人人都以为 是我情深义重 谁晓得我是羞愧难耐 竟然连阿婆的死 都拿来圆谎 没想到此事 传到侯爷耳中 让她大受刺激 如果说 每个人的死期是定数 死法却能变动 那么侯爷想让自己死得 更有价值些 战死沙场 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死法 出征前 侯爷把我单独叫进她的屋子里 侯爷万万不可 你有啥交代 奴婢万死不辞 你没必要这么考验奴婢 我跪在地上 口是心非 付匪一百零八天 谁不知道 侯爷与夫人抗力情深 一夫一妻献煞旁人 她接忽然说 要那我为妾 明天她一走 我将如何在夫人底下讨生活 要不是我听 嬷嬷们的故事长大 差点就中了侯爷的勾引 想到这 眼中哪有什么 吃香喝辣的姨娘份力 只有后宅 主母搓磨妾室的暗无天日 思 我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侯爷却说 这是她与夫人商议后的共识 夫人向来体弱 俯物繁重 需要有人帮衬打理 他们已经观察我多时 花婆婆将我教得很好 聪明机灵 从不惹是生非 半读半年 就从目不识盯 到时的百家性过半 精明能干 我艰难地咧了咧嘴 突然被自己的优秀累到 奴婢长得丑 给侯爷作妾 唯恐辱莫您与侯府的威名 侯爷摆摆手 不以为意 反正你就在府中待着 又不出去吓人 干外头那些碎嘴鸟事 我 您好会说 下次别说了 麻了 既然逃不过这一劫 那就顺其自然吧 我双眼含泪 伸手摸向衣带 侯爷一言难尽 闭上眼睛 准备吃糠宴菜 明明嬷嬷们睡前说的故事里 都是半读丫鬟与少爷爱恨纠葛 怎么到了我这儿 只能陪他老子翻云覆雨 虽然后爷老当义壮 保养得也很好 可他毕竟是少爷他爹啊 此念一动 灵光乍现 侯爷万万不可 而大婢母 若是我当了您的妾室 以后还怎么天天督促少爷读书 侯爷猛然睁开眼睛 狠狠松口气 打开门扇朝隔壁大吼夫人的闺名 嬷嬷掺着夫人踩着碎步小跑进来 瞬间被侯爷捞进怀里 都老夫老妻的 还这么黏糊 让人看得怪眼热的 关于刘府安排 夫人问我有何想法 毕竟我朝律令 女子十七岁不婚 父母有罪 奴婢二十岁不婚 主家有罪 婚后七年无所出 女子方可合离独身 想要让我长久安稳地留下 除了做妾 似乎没有别的法子 非也非也 我早就打听清楚律法的漏洞 如果女子身有残疾 则不受此律约束 奴婢长得奇丑无比 难道不算残疾吗 侯爷与夫人 双双眼前一亮 苦瓜 你果然是个聪明的 老子没看走眼 你安心留在府中 好好干活 本侯与夫人养你一辈子 一辈子 夫人喃喃 眼泪说来就来 他惦记我的话 对侯爷只剩两三年寿缘 耿耿于怀 侯爷是个大老粗 哄夫人却很有一套 嘿嘿 当初娶你时 说好了这辈子只和你一个人白头到老 眼看我这都要做到了 你咋还哭唧唧的呢 何况我本就有志于此 能像父亲那样保家为国战死沙场 我死而无憾 这辈子我既没付了你 陪你守着儿子长大 也没辜负一生武艺 实现儿时的报复 一辈子 直了 嬷嬷带着我功身退出 把门带上 然而不久之后 我又被叫过去 侯爷单独留我说话 苦瓜 日后本侯战死的消息传回来 你切记要事先安排好太医来家里 以免夫人 还有 这册子上都是夫人平素的喜好 你每天安排一件 务必让他早日放下心结 本侯只求来日他能像你一样 听到花婆婆的死讯 安而不伤 该怎么过日子 还怎么过日子 来之前 我本来都想好了 让侯爷答应我 等少爷金榜提名 放我出府 此刻 面对他的嘱托 我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口 那样的请求 只会让他分神 担心我伺候夫人和少爷 不够尽心 那可是战场 主将的心里 岂能内耗 侯爷放心去忙 苦瓜助您 齐开得胜 班师回朝 看少爷娶亲生子 与夫人长命百岁 你就没有别的话 要和本侯说的 对上侯爷金光威脸的眼 我猛地崩直背 是了 这才是侯爷的本色 粗中有戏 大智若鱼 好在我早有准备 但愿侯爷爱兵如子 体恤底层之苦 前世奴婢困在父户的后院 对战暴支支甚少 未能帮上侯爷 只听说 当兵不如做买卖 商级 虽见吃饱穿暖 将是只有血是热的 今生主将换人 望侯爷大展宏图 让街上 却胳膊少腿的冰丁 能少一些 若能如此 攒下的功德 定能为侯爷 增福增寿 侯爷动容 眼神炯炯 久久不能停赴 同样的眼神 次日我在少爷那儿 也看到了 少爷仿佛在 一夜之间长大了 每日勤勉学习 连书院都退了 省下往返的时间 在家跟着 名师争分夺秒的读书 从前那些狐朋狗友 可不惯着他 既然他不出来 他们便想方设法找过来 还好有我 逮着了 少爷将收到的条子 递给我看 对方挑衅 若是到了时间 在老地方没见到他 要他好看 他让我去摆平这件事 免得打搅他读书 老地方是哪儿 少爷面有暖色 嘟囔道 便是你我第一次 相见的地方 我恍然大悟 原来是狗洞啊 江洗房附近的院墙 有一个狗洞 连着府外的小巷 从前少爷贪玩 时常乔装小丝 偷偷从狗洞溜出去玩 被我撞见那次 他正钻了一半 我一屁股坐上去 当场拿住 以为是冒充家丁 潜入府中的小偷 谁知道 竟是自家少爷 他为了保住狗洞出入权 没敢大法 只是给我取了个新名字 谢愤 可怜我从此小花变苦瓜 爱 越想越气 我恶向胆边生 甭管等会儿来的是 哪家少爷 我还要坐他一屁股 也给他取个混名过瘾 让他一个钻狗洞的人 也不敢出去大声嚷嚷 取了就取了 他只能瘦着 反正我又不吃他家大米饭 他还能拿我怎么着 光是想想就觉得解气 正等着 狗洞里钻出一颗毛茸茸的脑袋 大脸忽吃忽吃吸气 糟糕 卡住了 外面的人稀稀疏疏商量 唯恐在使劲 把院墙撑塌了怎么办 我好心提醒 尽管用力 清砖气得强他不了 好你个陆长洲 自己不来 拆个丫鬟来 那人挣扎着抬头一看 两眼瞪大 惊呼 鬼啊 趁他吓得浑身贪软 我用力把他拽进府里 顺便把狗洞堵住 任凭留在墙外的人 急得团团转 胆敢放话 要我家少爷好看 那我先要你好看 你知道本少爷是谁吗 呵 我管你是谁 你在鬼叫鬼叫的 我这就让人在侯府门口敲锣 问问过路的人们 晓不晓得你是谁 问清你家住何处 再让人大张旗鼓 给你送回去 只怕不出一个时辰 全京城的人都得知道 你钻狗洞来侯府 偷鸡摸狗 小胖子惊得目瞪口呆 等我把他捆好 才咬牙切齿到 你的心比你的脸还毒 让陆长洲滚来见我 你死定了 闭嘴 别逼我脱下臭袜子 堵住你的嘴 你乖乖的 我带你去见他 你要是不乖 我可就敲锣了呀 小胖子忍气吞声 恨恨地瞪着我 我带他悄悄回到少爷的院子 远观少爷跟着先生读书 小胖子见到人就想大叫 幸好我早有准备 立刻堵住他的嘴 当然 堵嘴用的是干净的帕子 没想到老老实实静下来后 他静学我 听先生讲课 听得津津有味 好你个陆长洲 竟然吃毒食 往日无论我给着什么好东西 都与你分享 如今你寻得好先生 竟然背着我用功 我从前不知道 原来课文也可如此有趣 这样的好事竟然不叫我 你个狗兄弟 少爷白眼一番 好像听到天大的笑话 嗨嗨 你想知道原因吗 我倾可两声 出声解为 先生是名师 擅长阴才师教 他曾说过 少爷天赋一般 功底不扎实 精识子集 直接独有难度 所以 先生的教法 与书院相反 先把内容拆成大白话 让少爷先读懂再读透 背诵起来事半功倍 需要饮用时 才能融会贯通 小胖子听得两眼亮晶晶 死皮赖脸 要来一起读书 被强硬拒绝后 小胖子气呼呼地回家搬救兵 哼 说什么好兄弟 前世我遭难时 任凭我饿肚子 要你在青楼接济我 也没见他 仗他娘的事拉我一把 少爷愤愤不平道 我心虚地陪笑 罪过罪过 我这才知道 小胖子是长公主的妖子 欲哭无泪 看来今晚又得熬夜编点 说辞储备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表小姐来了 表小姐是夫人娘家侄女 与少爷有婚约在身 她随父亲外放多年 否则我也不会一时大意 忽视了这号人 先前的说法 潦草地将她一笔带过 只说夫人娘家对少爷含了心 少夫人也走了 此时面对少爷急切切地询问 我只好临场献边 前世表小姐与您如期成亲 起初也曾恩爱过 谁知道您在外头被封尘迷了眼 拥着也鸳鸯 伤了她的心 拜光家业前 您逼她何礼 她离了您 又不敢回娘家 唯恐败坏女眷的名声 所以她便剃度出家去了 后来她倒是不计前嫌 愿意管您的饭 您倒好 嫌佛门清汤寡水 宁愿来清楼与我作伴 我就知道 少爷懊恼地拍着大腿 表妹对我一往情深 怎么可能不管我的死活 我这辈子定要对她加倍补偿 然而 夫人院里传来的消息 再次让我傻了眼 表小姐竟然是来退婚的 少爷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眼中邪满 怎么会这样 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 哎呦喂 我的千金大小姐 好端端地您退什么婚啊 我家少爷 要长相有长相 要门第有门第 您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夫君 与其坐以待地 不如主动出击 我和少爷偷偷摸进夫人院子 躲在窗下偷听 姑母 我与表哥真的不合适 夫人问她哪里不合适 她头头是道 反正哪哪儿都不合适 然而 今时不同往日 少爷再也不是从前贪玩的纹固 听着夫人细数少爷的转变 表小姐急了 来的路上 我在庙里求了一支签 菩萨说 表哥不是我的良配 那天晚上 我便梦见 表哥与我成亲后 心中另有所属 终是负了我 夫人大惊 脱口而出 她拜光家业不说 连你都敢辜负 哪个庙 这么灵 少爷嘀咕 忘了压低声音 我俩狼狈地出现在夫人眼前 少爷尴尬地陪笑 躲开夫人那久违的眼刀子 表妹你在哪儿求的签 我也去 我一定跟菩萨好好说 今生不同前世 我一定好好对你 表小姐傻眼 支支吾吾开不了口 夫人身边的嬷嬷 连忙向我使眼色 别让少爷继续说下去 是了 关于我是重生的秘密 除了嬷嬷和夫人一家三口 绝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 除非表小姐已经嫁进门 否则她现在还是外人 侯爷千丁万主 秘密一旦外泄 于侯府百害无一例 表小姐的事暂时被夫人 以身体不是为油压下来 少爷拉着我商议 翻来覆去 我俩也分析不出个子丑银帽 我双眼沉沉困如狗 少爷还在纠结表妹 为何不爱我 她长虚短叹 明明她已今非昔比 却留不住表妹的心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或许就是因为您变好了 表小姐才不喜欢您的呢 讲真的 我只是插颗打混罢了 谁知道少爷竟然当了针 非要找小胖子 本色出眼纹裤 去试探表小姐 想不到表小姐 竟然真的着了小胖子的道 在夫人面前更加有底气 铁了心要退婚 少爷欲哭无泪 小胖子更是欲哭无泪 被她娘拎着上门 与夫人讨个说法 长公主与夫人 从小就是闺中好友 说起话来毫不遮掩 夫人写的信还没收到回音 长公主已经将表小姐的事情查清 表小姐倾慕当地驻军的小将 得不到父母支持 便自作主张 偷偷离家出走 跑来退婚 小胖子误打误撞 险些被表小姐借势 成为逼迫夫人 就范的筹码 长公主越说越气 连她的儿子都敢算计 还要对付她的闺蜜 表小姐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 被少爷一把护住 公主殿下 母亲 请你们宽宏大量 饶过表妹年幼无知 我愿意替她领罚 护她周全 表小姐推开少爷 破罐子破摔 谁要你护着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公主大人要罚便罚 是我犯错在先 与他人无关 我配不上表哥 还望姑母答应 为表哥另觅加偶 夫人心软 为表小姐向长公主求了情 小胖子狐假虎威 抢先开口 让她来侯府一起读书 这件事就算了 长公主脸上的诧异 一闪而过 点头应允 该退婚的退婚 该读书的读书 闹剧就此轻轻结果 少爷却失魂落魄 对表小姐的离开 耿耿于怀 如今没了婚约再深 她如何回报前世 对她的亏欠呢 哎呦喂 我的少爷啊 您好好读书 考功名 做大官 还怕没机会护着她 无论她与那小将 能不能成 此事终究是她的污点 以后若是被婆家知晓 难免要被人轻视搓磨 到时候 您要是位高权重 谁敢难为您的表妹 如此一来 还怕没机会报答她吗 少爷连连称事 戳着我的脑门 夸我聪明 嗨 哪里是我聪明 不过是从小听着 嬷嬷们的睡前故事 长大罢了 解决了表小姐的问题 少爷又有了新的烦恼 少爷愁得是 即将与小胖子朝夕相伴 我却暗中窃喜 小胖子底子差 先生为了教他 免不得要从浅说起 当初少爷也是这样学起来的 可惜那会儿我什么都不懂 即便先生讲得很浅很浅 我还是听得一知半解 今时不同往日 我已识的几个字 有些底子 能沾小胖子的光 跟着先生从头学起 真是太好了 读书可是见了不得的事 古往今来 亘古不变的那些道理 都被读书人写进书里 要想稳住我重生的人设 光靠嬷嬷们的故事可不够 还是得靠读书 大差不差 历史总是相似的 即便我编错了 多读点书 总能让我想到说法缘回来 美滋滋地欢迎小胖子来读书 我却险些栽在他手里 不知道那天 他为何一想天开 放着好好的点心不吃 非要让我去给他下面条 我哪里会煮 你不是在后厨做过帮工吗 脱口而出 少爷与我皆是一愣 当天放学我便被少爷盘问 必须给他一个说法 我说前世 我只负责匹柴烧火 宅菜切配 没有掌勺的机会 少爷不信 以我的聪明劲 在后厨帮工三年 看都看会了 毕竟读书十字那么难 我偷偷旁听 都学会了不少 哎 又被自己的优秀累到 看来今天这事不能善了 我只能赌一把 前世 我的确学了些东西 只是那些吃食做出来 唯恐污了贵人的眼 贵人的吃食 我不敢肖想 故而也从未想过去学 因为奴婢知道 即便学会了 主家也不会浪费食材 让我长勺 奴婢长得丑 若是让人知道 那些吃食出自我手 谁能吃得下 所以奴婢只学了些粗人的吃食 少爷还想要试试吗 府里下人吃的都是大锅饭 我唯一可能会做的 只有猪下水 从前花婆婆 为了让我能多吃点肉 经常买便宜的猪下水做来吃 我经常给她打下手 做法早就烂熟于心 只是未曾动手做过 阿婆在的时候 轮不到我来做 掉到少爷院子里后 好吃的管够 犯不着吃猪下水解馋 猪下水味道那么重 我堵少爷不会想吃的 起料 少爷若有所思 非要让我马上去做给他尝尝 哎呦喂 我的少爷 大晚上的我 去哪儿去给您弄猪下水 即使弄来了 您知道洗猪下水 多费功夫吗 还有那些调味用的香料 想要配其也得花时间 做好能吃 至少要花上一整天的功夫 您真想花那么多时间去吃猪肠子吗 少爷挑眉道 花的是你的时间 与我何干 我只负责吃 随手丢过来一袋钱 拿去买菜 好吧 看在钱的份上 我忍你 四日一早 我托人弄来一副猪下水 准备去将洗房清洗 少爷问我 为何不就地在院子里弄 我黑黑一笑 狗胆包天 就按他的意思办 清洗猪下水 要用到草木灰 还要活水冲洗 否则容易弄得臭味绕凉 又腥又骚 灰散不去 将洗房的条件得天独厚 所以花婆婆才敢时不时做一些 不到一个时辰 少爷就后悔了 恨不得把我和猪下水 都扔出他的院子 先生却说 读书人不能脱离民生 让少爷和小胖子 给我搭把手 幸好我买得多 有的是猪肠子 让他们体验民生多奸 小胖子捏着鼻子问我 肠子里那臭烘烘绿花花的东西是什么 我说 是啊 猪屎 又称猪粪 哦 少爷挖的一声吐出来 当晚少爷高烧 迷迷糊糊追着我问 前世他真的食不果腹 以至于连那种东西都吃吗 夫人捏着帕子 冲我直摇头 我自作主张 告诉少爷 是啊 您不仅吃过 还很喜欢吃 毕竟咱身无分文 想吃肉不容易 要不是青楼后除卤料齐全 咱连猪下水都未必能吃上 少爷一听 痛苦地闭上眼睛 滑下两行泪水 夫人气得救我 你为何要雪上加霜 还嫌周二不够难过吗 夫人息怒 苦瓜这么说 也是为了少爷好 让他知道 今生来之不易 莫倒前世负辙 经此一事 对少爷肯定力大于弊 不信您且等他清醒后 看他怎么说 夫人挣了挣 抹干眼泪 又赏了我一把金花生 果然 少爷病好之后 变本加厉地使劲 自年一鼓作气 烤过童笙和秀才 差一点点就能烤上举人 摆过庆功宴 夫人捏着侯爷的家书来找我 信中 竟要我亲自下厨 给少爷盛上一碗卤猪下水 夫人 大喜的日子 这样不好吧 苦瓜 你有所不知 侯爷用心良苦 他心里没有明说 但我知道 他是想借你的手 提醒周儿再接再厉 少爷比我聪明多了 看到我端上的猪下水 一下子就明白了 此中深意 小胖子听说后 毫不掩饰地嘲笑 嘿嘿 长州兄 你以后可别得罪小爷 不然小爷让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 你竟然吃过那烟杂物 少爷看了我一眼 得令 马上安排 端来一盆 摁头往小胖子嘴里送 小胖子 真香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他怂恿我开店 我的卤水买卖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开了账 大股东取名 学子鲁卫 二股东头前头铺子 还拉来皇亲国妻捧场 他们都是读书人 商铺经营 只能落在我的名下 学子鲁卫名动京城 我数钱数到手抽金了 自我重生以来 夫人和侯爷 没少循迹求证 收留我的青楼 却有旗指 难成花方第五间 只是名字略有不同 不叫百花阁 而叫万翠楼 买卖一主更名 倒也说得过去 至于万翠楼后厨 为何没有逢姓的厨娘 我直接说不知道 毕竟我被捡走 是三年后的事 此时 他还没去上宫 说得通 以后会不会有这么一个人 到时候再说呗 三年的时间 足够我编个好说法 比如 我到时候可以说 因为侯爷当了主将 战场上伤亡的人少了 冯厨娘没有守寡 也就不会被赶出家门 自然不用去青楼上宫讨生活 自圆其说之余 还能拍猴爷的马屁 棒棒大 购买我的富户 也是真实存在的 他家爱买高门大户出来的下人 充点门面 磨磨的都知道 若是被侯府赶出去 去他家当下人 也是不错的出路 虽然在商户家里当差的名声 说出去不如在官宦之家响亮 但他家是真的有钱啊 丫鬟一年三季 都有新衣服穿 当初管事看我不顺眼 想要将我赶出去的时候 嬷嬷们一致认为 那家是个去处 只有赵嬷嬷例外 她私下在我与花婆婆面前赌咒 那家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赵婆婆说 她的姐妹进那家当值 死得不明不白 连失手都不肯还给家里人 赔钱打发 作恶必遭报应 我当日编排她全家背下大狱 灵感便是来源于此 一语成衬 还真让我说中了 只是时间往前提了一年半 那家承接军服制作 竟然以次充好 棉衣里填充的棉花 本该是五两 他们只给三两棉花 二两芦花 要不是侯爷爱兵如子 常常接触 不知道得有多少人 会因为缺金少两的军服 冻伤冻死 他写给夫人的信中 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 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彼时夫人被蒙在鼓里 忽然爆出那家入狱的消息 灯石吓了一跳 夫人害怕侯爷被此事牵连 干系重大 谁知道侯爷会不会因此丧生 没能死在沙场上 侯爷含恨而终 我不敢再想下去 心中却有个念头挥散不去 难道我是天生乌鸦嘴 会给侯府招来厄运吗 恍恍惚惚 忐忑度日 少爷却十分开心 娘亲 你说此事提前曝光 兵士们不用再在前线受寒 多少人因此活了下来 阿爹多了多少可用的兵 可用 能用 好用的兵越多 阿爹打仗的胜算就越多 边关的百姓就少受点苦 这难道不是好兆头吗 夫人不忍心泼少爷冷水 硬撑着 我怕夫人再这么下去 弄坏身子 会走在侯爷前面 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 侯爷必定也不会好 千万不能让我的乌鸦嘴硬咽 我挖空心思 给夫人献策 去行善积德 拟天改命 大鹏诗州 募款捐衣 修建善堂 助养孤儿 一桩桩一件件 忙得夫人团团转 每天沾床就睡 气色日渐好转 如此忙忙碌碌熬过三年 侯爷与夫人 都还活得好好的 夫人喜极而弃 愈发坚定地做好事 我跟着偷偷松了口气 安心地一边做着买卖 一边监督少爷读书 其实他和小胖子早已不用我的监督 只是我还是喜欢听先生上课 虽然我不能参加考试 多读点书总是没错的 此外 我尤其爱听小胖子说闲话 城中的八卦消息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难怪少爷能考上秀才 他却只能堪堪过了府市 当个童生 如此又过了两年 边关大劫 侯爷得胜而归 龙颜大悦 加开科考 少爷决定下场试一试 不仅考上了 名次还不错 二甲前列 电视结果一公布 准奏少爷为世子的圣旨也到了 双喜临门 我高兴地望乎所以 美滋滋地等着赏赐如流水 钻进我怀里 忽然眼前一黑 光天化日 我竟然被人从府中掳走 听说你能做梦遇知未来 长公主 别闹了 对方气息一顿 旋即我被扯开头套 你如何知道是本宫 奴婢从小长得丑 不讨人喜欢 也怕吓着别人 常年躲在暗处听人说话 耳力比常人好得多 听音辩人从未出错 每个人发音习惯不同 即使装腔做调 又或者嗓子哑了 也不影响奴婢辨认 实际上是为了听清楚 嬷嬷们睡前夜话 我在黑暗中苦练听力 要是分不清 哪句话是谁说的 那故事听起来颠三倒四 可难受了 长公主认真看了我的脸 一眼就深信不疑 听说是因为你做了一场噩梦 给长洲提了个醒 所以他才心性大变 发愤图强 我不知可否 公主又说 长星侯洞察军服之祸 也是你在梦中得到的警示吧 侯爷火眼金睛 真不关我的事啊 但我要怎么说 才能让公主满意呢 如今我这脑子数钱数多了 忽然就没以前那么好用了 集中生智生不出来 满脑子竟然想得是人没了钱 还没花完多可惜 我急得满头大汗 眼珠子乱转 长公主会错意 挥手让贴身摸摸 也退下 凑到我跟前 喝气如蓝道 下一任皇帝是谁 我特么哪里知道 有问题就会有答案 甭管答案是对是错 只要是答案不就行了呗 微微松口气 转念一想 心弦再次绷紧 这些年 长公主 没少陪夫人一起行善积德 我可不能胡说八道害他 完了 这道题 要么送了我的命 要么送了他的命 天灵灵地灵灵 书中肯定有道理 孔老夫子说过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先生也说过 士族不义朝政 连当兵的都不能妄义朝政 何况我们当奴婢的呢 想到这 我顿时有了主意 奴婢未卑身见 梦不到朝堂 只见动荡之中 受苦受难的百姓 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 谁当皇帝 和平民百姓 又有什么关系呢 长公主兴演元征 提着一口气 久久难平 过了许久 他亲自为我松绑 苦瓜 你说得对 我泪眼汪汪 读书忘我 兴百姓苦 王百姓苦 想要与民生息 唯有太平 这些道理 都是我跟着先生 读书读来的 启约无依 与子同袍 劝侯爷关心兵士 吃饱穿暖 也是我读书读来的 呜呜 知识果然能改变命运 我带着长公主的赏赐 回到侯府 思来想去 决定老老实实 向侯爷与夫人坦白 没想到 他们不仅不怪我 还夸我是福星 隐隐之中 还透露口风 想让少爷 也沾沾我的福气 当时我没听出 他们的言外之意 直到他们请来 德高望重的太医院院守 想要治好我脸上 密密麻麻的肉疙瘩 我才后知后觉 他们莫不是 想要我给少爷暖床 要不然 怎么前脚刚说 让我随少爷外访 后脚就急着 为我治脸 反正大家都看惯了 治不治都无所谓 除非台仇女 做妾于名声有爱 衰 难道是 惦记我卤肉店赚钱多 不想财富外流 难道是 惦记我的聪明 想让我为侯府 诞下优秀的子嗣 我急吼吼地杀到主愿 侯爷 夫人 且听我说 花婆婆早在我小时候 就将我的身世打听清楚 生母因为我生下我 这么个丑东西 被人视作不祥 赶出家门 不知所终 侯爷夫妇面面相去 不知道我为何要提起这一茬 我厚着脸皮豁出去 苦瓜冒丑 恐怕会遗传 不敢祸害少爷 更不敢污染侯府子嗣 瞧他俩那一言难尽的样子 难不成是我自作多情了 尴尬 沉默 良久 侯爷解释道 以前他们忙着求生 忽略了为我求医 眼看少爷外放在即 他们想让我跟着过去照应 这才想起来 我顶着这副面貌 出去交际 多有不便 故而请长公主出面 请来太医院院守卫我看诊 嗯 更尴尬了 落荒而逃 不久 皇帝善位 震惊朝野 长公主来找夫人 直言不讳 与我有关 她将我的话稍加包装 说给皇帝老爹听 让皇帝知道 平和的皇位更迭 对百姓才是最有利的 百姓过得好 皇位才能稳 皇朝才会长胜不衰 侯爷听说后 脸颊抽抽 惊出一身汗 深吸一口气道 苦瓜 你可太能了 不知道侯爷是为了 讨好长公主 还是为了沾沾我的福气 他执意将我认作异媚 我摇身一变成了 少爷的姑姑 侯府的姑奶奶 我的好日子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